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就不讲太多什么前言之类的 然后我今天定的主题,因为知道我们今天是讲那个慧服 那所以我也想要讲,其实也是我最有最感兴趣的 就是分散事出版,尤其是在一个慧服知识的角度来讲 这个慧服知识好像是对台湾来说好像有点远的一种感觉 因为台湾毕竟进入大学的比率很高 然后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到怎么会没有钱读书这个概念好像离我们有点远 不过我还是想要在这里去讨论这个话题 而且就跟大家更深入的展开一下为什么其实这个话题跟我们一点都不远 首先我想要介绍一个我去年进行了一个分散事出版实验 说白了就是出书,我有一本书在去年11月的时候发出来 然后可是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 不是传统的这本书,也不是传统的电子书 电子书对我来说也是有点传统 那我们用的是一种新的方式,是一种NFT的书 那在这本书叫我不投资,然后内容我这不展开了,这不重要 那怎么去利用NFT去呈现,然后达到一种效果 就是大家能接触到它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这个实验呢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可以说是定量的 就是我想要卖1000本,第二个目标是定性的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那个首先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说NFT书可是大家可能不是很想象的到所谓NFT书到底是什么 长的什么样的,那这个大概就是NFT书的那个界面 然后所以如果你持有这个NFT书,你进入到那个website的书架 就有一个网站叫LikeLand,你可以理解,把它理解为一个website的书架 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然后有几个元素我介绍一下 那右下角的是一个0061,是那个每一本书有一个唯一的变号 所以如果我有一千本书就是000到999,你的号码是唯一的 然后你的封面也是唯一的,就是这个是以前我们的书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 就是你想想就是我们很习惯一本书就是一本书 就是大家四十位同学就看到的书,拿着书都是一样的,封面感是一样的,是真正的 每个人的封面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会动的,不过我这里面要放多话 然后作者可以,每一本书都是由作者亲自发给那个读者,而且他可以做一个留言 而且这些transaction跟那些留言都是写在区块面上面,就是不可篡改的一些内容 那这里是,我刚才说,本来本身这画面是会动的,所以我没有截那个bandage 那个他有,除了会动,他有不同的讲度啊等等,而且他跟一个,我以前是做游戏的,就是刚才没有介绍 而且做了很多年的游戏,在99年做了18年的游戏之后,才在2017年进入到去观念的领域 那所以,好像是有点改不掉这种习惯吧,就是开宝箱的概念,就是你买书也就是开宝箱 虽然文本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希望把它加进一点点的游戏性,或者说随机性,或者说 什么说都好,反正就是开宝箱,或者说娃娃机的概念,就是你可能会开到不同稀有度的封面 那他的那些metadata,原资料呢,大概是长的这样子,我暂时不太想展开 那我很快的跑一趟这个实验的那些藏果,首先卖了,我是卖了在这34天 一个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卖了一千年十本,这个数字很好看,就是纯粹是强,这不是我特别抓的 我的目标是一千,然后刚好就达到目标了之后,还有一点点多了 分布的收入,我刚才没有提到的是每一本书我卖的是十美元 因为我想要,我希望大家有注意到我说的是NFT书,不是书NFT 这个好像是没什么区别,是对我来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它本质是一本书 我希望大家觉得它是一本书,我不希望大家觉得它是一个NFT 虽然你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我经常会用一个比喻就是 你要买一瓶可乐,你不需要买可乐瓶,NFT就是那个瓶子 它是一个载体,重点是在可乐,不是那个瓶子 虽然我们老说要买NFT,要买NFT,其实你想像就是我们老说去7的时候 我们老说我们要买瓶,你到底买瓶,你要买茶还是买酒还是买水呢 其实是没有想清楚的,然后负能就是电箱要把咖啡倒进去 还是酒要倒进去等等,就是一个负能 所以我们没有负能这个概念,因为负能就是因为你本来没有功能,你才会负能 所以我们希望一开始就是重点在书 而它的载体,它的形式是NFT书,NFT就是那张纸 所以回到这里,所以我的定价想要订一个大家觉得是一本书的价钱 所以我就抓10美元 那为什么会订1000本这个目标呢?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一般来说这很普遍的刷一本书,就是印一本的书可能就会用1000 在港台的那种情况,就大陆或者说美国市场可能会不一样 而是港台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如果能卖光了就不错吧 就是如果你但凡是看到第二版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当然也是有一些例外的,可能少一点的可能还不到1000 有信心的可能一次就会印2000之类的,不过1000还是很典型 而且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做实验就是为了证明这个模式是可行的 然后让出版业有一个参考,所以我需要一个数字是他们觉得是值得参考 就如果我,比如说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NFT产业所谓很典型的那种方式 然后我卖一个NFT,然后以NFT炒到100万好了,就商业相对上成功 可是我是觉得对出版业可能是没有太大的产品价值 因为作者觉得他做不到,然后出版业也觉得其实跟我出版社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根本不是做这件事情的,那时候我抓这个方法 那我的分任呢,这是最后的一个情况,出版社是拿了10% 我忘了说一点的是,应该是有美元一万多一点吧 可是因为有些信用卡的通路费用,所以就9000多 里面呢有50%是出版社的,然后有分销渠道的一些给,等于就是书店了 最后就是作者的部分拿我,这是我自己,拿的是40多% 其实这个是,我是同时等于身份加起来加加40多%的 就是我本身也是一个通路,就是很多人是在我的网站里面买的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呢,我就同时是一个书店,也是一个作者 所以我总体来说,这样的会多一点 那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数字就是,在传统的模式里面 作者拿的是,我在前面也有用传统的方式出书 我不知道宝博怎么讲,我拿的是8% 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100元的书,你就拿8元 可能好一点的是拿10元,所以这里是大概翻了4倍多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继续走下去,当然说卖了以前您的4本 买价有900多,就是等于有人可能会买2本 宝博买2本吗?3本? 哪有,没有1本而已 对对对对 然后,从来自18个不同的地区,TLD是懂得不懂 因为我是看运营的,地区分别的是,谢谢台湾 就是卖最多的是3% 然后香港少一点点 其他呢,就因为香港人都是四周 就是在欧美啊,英国,英奥米加之类的地方 那回到刚才我说有一个定量的目标,就是刚才的数据 然后我还有一个定性的目标,我还在把它展开分为3部分 我想要做到的是一个,我称为出版自由的一个追求 那一般来说,传统来说,我们说的出版自由 这应该是有点结明说才对 我会把出版自由那个定义说得更广一点,就更宽一点 因为一般来说我理解的出版自由可能就是记者可以去报导 不用受到,不用受到压迫,不用有恐惧可以报导该报导的事情 一般大概就是这个理事 这个场面,那我说的出版自由可能还牵涉到其他的场面 比如说通路,你能不能就很自由的在不同的通路群脉 比如说,我待会再展开吧,我会分三方面 首先我想要看能不能打破那个苏电的垄断 那台湾可能比较大的就是产品啊,金石堂等等的那些大苏电 那如果是电磁了,当然最近有很多讨论就是 某某像某某啊,那个伯克莱等等,他打折很厉害 然后,其实这个很难去判断该怎么去处理 我这里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意见就是 因为,对读者来说可能他打折很好啊,卖越便宜越好,好像是这样子 可是同时呢,如果你在一个整个产业的角度 尤其是那些实体书店的角度的确是很难,因为他们 比如说一般来说,这70%的价钱,输价能达到输 然后,他还得就有租金啊,人手啊等等的费用 可是呢,可能在伯克莱他打折就直接就打7折 甚至可能6、8折,他的价钱比实体书店达输的价钱还低 那,其实对伯克莱等等,可能没什么所谓 因为,或者说某某,因为他本身是电商嘛,EC 只要,你都看成是一个推广成本就好了 只要你上来,我卖书可能是赔的 还是你买了其他的东西,我赚钱就好了 那该怎么处理呢?其实我没有意见 我想要说的是想要找另外一个方式来,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方式来突破这个问题 那我做的方法呢,是希望让电子书也能在各种通路去卖 因为传统的电子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比,虽然它在技术上好像是一个进展 从纸本到电子 可是从那个开放的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推广 就传统的十本书,毕竟虽然说我们说销售的通路比较 就大家大书店就占很多比例 可是毕竟你还是有一些独立的书店可以生存 可是呢,你想想那种传统的电子书其实更难 就是你除了在,如果你看电子书的话,除了在Widmore,除了在Coco 可能就没有第三个,几乎没有 反正有,也是一个手能能说完 如果英文书的话,除了Amazon就是Amazon 所以是非常封闭的一个系统 而且他们都会希望大家用它的终端,拿着它的终端就是那个阅读器 你只能在它的那个store去买书 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系统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是 你的书是可以在一个开放的机器里面去卖的 这里的例子是我在自己的网站里面卖 那同时呢,我也开放了很多不同的通路去 一起去卖这个书 他们是书店能拿到,拿我的书去卖 然后很简单,它就是拿一个QR Code 我说一条链接,鼓励,就介绍这本书 然后如果读者是想它的码来买的话,我就会知道 然后我就会给它分认30% 那这里是一个结读,是某一个像一个去研书店 它在当院就是用我的那个QR Code的一些统计 就是它总共产生了50个5-5 就是有50个人点下去,结果有22个付费购买了 然后宝博也帮我退了不少 这宝博朋友说,所以在这个模式里面就是 但是书店的定义其实夸了很多 书店不一定都是一个实体的经营的书店 也包括任何有经营社群的 可能是Podcast,可能是一篇文章 可能是一个部落格,可能是Instagram 等等等等,都有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训练书店 另外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 掌握台北的在东门一个很小的书店 他做了一个很好玩的做法 就是他放了两台 这个是Mobank吧,还是Cobo 忘了,看不清楚 反正是放了两台电子阅读器 还把我的两本书放进去 里面包括了QRQ 所以整个体验就跟传统的那个很像 你可以试读 读完了喜欢的就买 然后扫着QRQ买 那个分润就会酸给它 所以整个体验,只需要用很小的空间 就可以卖很多的书 这是我想要做得到的效果 那我用了21个渠道来卖这个书 然后渠道的分布是这样子的 好像非常不平均 不过这不平均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实验吧 我就只做一个月 以后我就不会再卖这本书了 然后所以我没有把它铺得很广 就是找身边的朋友 或者说每个类别 可以搅一到两家去收集这些数据 否则的话如果我一直卖下去 这不会是 我相信就不会是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网站去产生的一个销售 刚才说的是渠道的垄断 另外一个我是很贪重的 可是我暂时来说我的感觉就是好像除了我以外 没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是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平台割据的我我称为 或者说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 Vender Lockup Vender Lockup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现在在用Microsoft Word 然后很多人在用 然后很多人在用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用其他的打开Doc 老师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这个就是Vender Lockup 因为它的格式 它的一些标准 应该是它自己的标准 不是一个产业的标准 把你锁在一个圣坛里面 你想要走 走不掉 这个就是Vender Lockup 对于书本来说呢 就是每一个电子的书店 都想要做到Vender Lockup 从Amazon开始 这里的截图是我的iPad的平板的APP 我为什么看书需要那么多APP 这是Kindle 然后又需要Apple Books 然后又Google Play Books 又GoGo 又那个Winmo 还没完呢 还有其他的 因为每一个都是在它里面买 它就只能让你在里面读 这是一个非常底板的问题 而且不但是你的手机跟iPad里面有很多应用的问题 有一天它可能就关门了 然后你的书就没有了 大家可能觉得我很荒谬 就是Amazon怎么可能关门了 你来可以关门它都不会关门 我刚刚就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Amazon的确是没有关门 可是我在以前在Amazon中国买的书 我就全没了 因为它退出中国了 我以前在Amazon买的书 没了 这种例子还会有很多 Amazon可能真的永远不会关门 我死掉它都不会关门 可是它可以退出某一个市场 它可以屏蔽某一本书 它可以听某一个政府的话 就把某一本书下架 它下架以后 不但是它的书架里面没有这种书 连在你手上的Kindle里面 你以为是你的书都会消失掉 它就有这个能力 就是一个封闭系统里面就会有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的 你觉得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你稍微看看历史 我不是说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只要说看几十年 这其实每一年都在发生 每一个我们觉得大的不会倒的平台 不倒点吧 以前就是一直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需要做到这种效果呢 我就需要介绍另外一个概念 然后我相信这个课里面 或多或少会提到的 就是creative comments的概念 我本身是creative comments的长远 多年以来 然后 那个 部落格里面有 大概一千多篇文章 全部都是用创影信息来注册 来授权的 那可是我说实话 我觉得 没有什么成果 就是在这个推广 尤其是在华语圈 其实英语圈也没有很大的成果 在华语圈其实在乎的人不是很多 懂的人就更少 所以我这次换了另外一种语言 我授权没有变 可是我换了另外一种语言 我把这个书的授权 我说成我用12字概括 就是鼓励上版允许翻版消灭导版 有点奇怪的一个概念 那把它展开了就是 就是我们 我在我的书的最后的 一般来说你想一想 就是书的最后语言 就是那个版权页 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 我们很熟悉的 就是版权所有翻印B9 对吧 有没有印象 我把它改了一个字 叫版权所有翻印B9 就是你喜欢翻印你这翻印 好吧 这其实就是CC的概念 不过如果用一个法律的角度 它又有一份文档 然后说这是怎么样 然后如果我用 我希望用一个比较在地的概念 在地的语言去解释 其实就是这八个字来概括 所以你喜欢去翻印的就翻印好了 那国际百科里面是这样理解 盗版的就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盗版 当然会有翻版 那文基法科说翻版就是盗版 可是有一些前提就是 在没有经过法权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 去复制或者说分发 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法权所有人是同意的 那其实就不是盗版的 那其实就不是盗版的 所以如果既然这本书的文本是我来写的 那这代表我是有权允许大家去翻版的 而这个翻版不会被视为盗版 这个是我我想要做到的效果 应该说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效果 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创作 我授权成为一个用CC的方式授权出来 其实CC一点都不新鲜 其实CC都是一个已经有20年历史的一个异常运动 不过是因为最近几年的NFT的风潮才重新被提出来 那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我制作Epop 就是电子数格式的软件 本身也是一个自由软件 这个软件 是叫Cannibal 就有兴趣的可以去用 不一定是用它来制作Epop 才用Cannibal 如果你有一些开放的书 也可以用它来管理 或者说在不同的书的格式里面去互相去画 我在当月 就是我做这个实验的当月 有统计到的一些下载就是1700多 刚才提到有出售是1024本书 所以是有700多的下载 我能统计的是超过购买的 而且还有很多 我相信还有很多 我没法统计的 因为拉一群等等等等去找一把 我是没法统计的 那我自己会把这个看得很正面 就是我不会把它理解为 我少赚了 因为如果这750个下载 他也是买的话 我就多了7000多元的美元的收入了 我会这样看 我会把它看成为 他的一方面我能赚到我的目标的钱 另外一方面他的书的如同时更广了 或者反过来 甚至可能是有些人是因为他先看到了 我喜欢这本书 认同这本书 然后他才会去买的 这是我相信能做到的一种效果 而且是我会推动的一种未来 我会说这个是CC的那些授权的具体的分内 我这里可能不展开那么细 就简单很简单的说一点点的概念就是 反权 因为我们都会说 就觉得反权很重要 所谓的Internetual Properties 我不反对这个 可是它并不是说一个那么绝对的事情 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有很多不同的考验在里面 比如说最基本的哪怕我不谈CC 我就谈传统的Always with Swift的授权做好了 它也会有一种 比如说作者去世五十年以后 这个版权就会放到公共民居 有些国家是七十年 这代表立法的人也是有概念 如果有人创作了一件书也好 那个照片也好 画作也好 那个版权是永远的 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它会有这种概念 那CC就会更进一步 就把这个分得更细一点 这里列出来的六个是一个比一个要收紧一点 或者说往上就是一个比一个开放 所以如果我们把CC0 这里没有发过CC0 CC0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完全开放 没有任何条件 你就可以用 最底下的还可以加一个就是我们最看最多的 Always with Swift 这瑕都不能做 或者说你要做什么 也都需要先找到那个 版权持有人去得到它的同意才能用 那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比如说最往上的 就是我用的最多的就是BY 用白话来说就是只要你引用它的出处 它你说明白这个图或者说这篇文章是来自哪里的 你就可以去用 这不用问我了 这是合法的 然后其他的还有如果是相用 非相用你就可以用 相用的话你就先别问我之类的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那 那个 说到这里 我说一件 两件事情是跟Creative Collins很相关的事情 刚好也是在去年的11月就是我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发生的 第一个是Edwin Swastig 你看这个 那种帅的年轻人 很可惜他就已经在很年轻就已经过世了 那他做的什么 为什么会过世呢 他做的 他反正他在他生平里面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是他从MIT的JSTORE 怎么有用JSTORE吗 我不确定 这个是一个论文的放论文的网站 主要是很多很贵的论文在里面 如果你是在一些名牌大学里面尤其是英语的国家 你就一般都会有这个账号 然后你会得到很多有用的论文 可是刚刚也说很贵 我一开始就说今天的题目是那个微博知识 那里面放的都是知识 都是论文都是研究 可是只有在名牌大学里面的学生才能接触得到 甚至可能恐怕台大的学生都不一定能看得到 然后Alan Swartz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都走跑到MIT的校园 就写了一个port 然后把里面的论文都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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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那个司法机构还抓着他一直不放 所以拖了一年多以后 他面对一个非常重的一个 因为说他不愿意去承认这个罪名 因为他觉得是没有干准 或者说不是一个那么严重的事情 但是他做这个虽然是违法的 可是是有原因的 是有一个共同性的 所以他无愿意承受 承担一个重罪犯的罪名去认罪 所以可是他因此 就在面对一个35年的判刑 跟100万美元的罚款 然后他最后就选择了在自己的公寓里面自杀 所以这种很年轻的过世了 那正好这是这个追杀 然后同时也是在去年的11月份 正好刚好也是在那个实验进行的那个期间 那个C Library就是被关站 就是所谓的关站 他其实已经被关站很多次 可是那次比较测评 然后抓了两个据说是他们的founders 来自俄罗斯的 然后把他所有的域名 他很多个域名在美国那些全都封闭了 全都屏蔽了 就像中国的做法一样 那这个C Library是什么呢 这是那个先用一个难听的版本来说 这是一个到凡书的乐园 那很多很多到凡书 很多很多书在那边基本上都是几乎都是到凡的 那他除了书以外还有一个很著名很多人上去去 为什么会用C Library 其实有时候他不需要拿书 他是要拿论文 就是跟刚才那个Jay Store 是刚好是同样件事情 一个是封闭的 也是开放的 也是很贵的 也是免费的 那我有一个没有做事长合的一个说法 就是听回来的 就当然我还是说出来了 不过我得强调我没有去Fact Chat 也不知道该怎么Fact Chat 可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个说法对不对 他为什么里面有那么全的书跟论文 尤其是论文呢 因为很多人都是自己上载上去的 不知道老婆有没有把你的博士论文上载上去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是大家在读博士或者说硕士 有论文 有论文当然是希望有人看 你不会希望有论文 然后放在Jay Store里面卖很贵 可是其实没有人买 有人买也不见得会跟你奔论 这你希望是有人看 有多少人看 从而有多少人理用 才是你的论文的价值 这个就跟Google的Patreon的概念是一样吧 就应该说Google的Patreon本身就是按照这个概念来设计出来 你有多少人理用才是你的价值 不是说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所以对写论文的人来说 他就觉得我喜欢论文 然后我希望接触到很多人 我不希望就是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卖很贵 所以他们几乎都会很多人都会选择把它自己投到C Library里面去 有这样一个说法 我都不太确定如果老婆或谁有进一步的内幕 可以帮我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才说到Creative Commerce 今年刚好20周年是一个很很久的运动 我觉得他成果很有限 我必须得承认 这个是我自己有一份周报 这是每周三 我刚刚今天六点多才说 就是因为每周三我需要发周报 给我的那些读者 那我的周报也是有订阅的 可是我因为刚才说的一大堆原因 就是你可能对我的价值观 或者说里面会有一点理应的了解 就是我不愿意把它 我的文章放到付费墙后面 可是我还是可以让大家去订阅 这付费订阅的 然后很多人就会很直观的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既然我不用订阅也能看到 我为什么还要订阅呢 那我就会希望他们去想一想 就是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 其实你是在成了开放 而且在鼓励封闭 因为你等于是告诉我 如果我把文章藏起来了 你就可能会订阅我了 那我因为这很多人 我跟特别特别多的创作者跟记者照理 他们很多都会选择把内容放到付费墙后面 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放的话就会跟我 正正一样就是没什么收入 放的话就收入会好很多 然后可是他们是否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内容去接触到更广的层面呢 或者说反过来是否不付费的那么多人 就没有需要去读这内容呢 肯定不是这样子 我刚刚一开场的时候说 大家可能觉得所谓的惠谷之事跟 找到台湾很远 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报导者 有吗 会看报导者 会看对吧 我想问 或者说你不用回答 你只是想一下就好 如果报导者是在放到付费墙后面的 必须得付费墙看你会不会付 想想这个问题 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说数据告诉我们 大部分的人甚至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付 因为一般来说 百分三的人能付费就非常好了 这我刚才说我以前做游戏 游戏都是用如果能有百分的2.5的人去付费 就当讲整个游戏吧 所以如果所有的报导者的人里面能有几%去付费订阅 就能活得不错了 问题就是连几%都没有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都是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报导者是有付费墙的 大家一般来说的选择不是去付费 而是去选择读其他的 其实也差不多 我就不说名字了 然后可能稍微差一点点 可是也没差太多 我读其他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内容的质量 我们对新闻的要求 我们对创作的要求就那么降低了 一点点一点点 这我们妥协了 我们不知道 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补知识 就是不但是在那些贫宠的国家里面是一个话题 哪怕在台湾里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而已 所以我们都会挑那些免费的东西 或者说演算法会帮我们挑那些比较品质比较低的 因为这个其实背后还是我们这个选择 我会这样看 那刚才说了两点 我现在进入第三点 就是关于资讯检查 这是我这个分参室这款实验想要处理的第三个问题 也是怎么在台湾可能不太有感受的一个话题 不过我还是觉得居然思维吧 就是说一点点就是web3的理念吧 就很可能在这个课里面 或多多少已经讲过了 我就很快的总部一遍好了 就是web3的论述有很多 我不会说我的论述早是官方的 不过我会觉得这个是说的最清楚的 也是最能解释问题的一个 就是web1 就是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的时候 在大学里面 然后第一次上网的时候 看了那些网站就非常良存静态的 当时候看网站就是只能read 只能读 然后到了大概十年后 我就开始有读以外还能write write不但是不一定是文字 也可能是图片 或者说影片 短片等等等等 那也就是web2 所以web2是有 read and write 就能读能写 有一个叫UGC的概念 就是user joint content 很多内容都是用户去做的 而不是网站方去做的 我们今天大家电脑里面用的app 跟网站手机里面用的app 绝大部分都是一个web2的状态吧 就几乎你很难想让你无趣产生内容 哪怕你是按一个赞 哪怕你是按一个emoji 哪怕你是把一句话给朋友 其实你都是在产生内容 那web3呢是在加了一个元素 就是onmanship的元素 你除了web2还能去拥有这个内容 最简单的的是 其实展开了又没有很简单 但是拥有到底是什么 可能我们今天还不能展开太多 那为什么突然间好像跑题了就跑出这张图呢 也就是跟我们刚才网网开场的时候说的 对很有关系 这个是哪里 好像是英国吧 的那个超乡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 你得负25 应该是U quarter 才能拿这个购物车出来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其实不是为了拿你25p 因为只是你玩回去也是会退回来的 是因为你想想那些外国的那些 超商很大 然后外面都有停车场 很多人都是拉了那些 当他免费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拉了那些车购物 然后把他的东西放到车尾箱 然后就把车留在那里 车车都整个停车场都是 然后没有人把它推回去 这个是在一个大家都比较自私的一个情况下 或者自立吧 会出现的问题 那加了这个25p 是否就能解决呢 或者说是否大家都很在乎 或者说我根本不在乎 我宁愿不要那25p 也不把那个车购物去 这就跟人来很多 问题是他不在乎有人在乎吧 就是那些可能是homeless等等 他都会在这停车场看到有什么车道就退回去 推到原处 然后他就能做25p 他每天都不断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积极设计的一个 生活上的一种体现吧 你会看到就是用一个很小的巧思 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说 比如说像那种 我刚才走出去去吃我的那个水果 就是他说不禁止饮食 其实我吃我觉得没什么后果 不过非常尊重大家那个高桥全部 那我都走出去吃 可是他没有用那种机制去 去让我去守这个规矩 他也不会说罚款 或者说他说罚款我也不相信 怎么罚了他怎么执行啊 可是这里也一样 这个超商其实可以类似那种 这说得很清楚 你要排队啊 你要把车还回来 你不许怎么怎么样 可是人家守不守是因为一回事 这种是一种鼓励或者说一种教育 可是他没有把机制放进去 这个才是把机制 利用一些很小的一种用因 去把那个效果达到了 他跟甚至他不用说把车还回来 也会有人把它还回来 因为卖回来就会有钱了 那个是简单介绍 什么叫所谓的Portacle 因为我们做规矩店的 经常说那个Portacle 可是有时候可能 有些人不是很get到什么叫Portacle 刚才那个你就可以理解 为是一个Portacle 在我们分散市出版里面 就可以展开有三个Portacle 也是IPFS应该是一个 经常会流到的一个Portacle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分散式硬盘 它分布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去存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自己的电脑里面有 IPFS的 desktop 它都会帮我串联世界各地 很多不同的地方的节点 去撒载同样的一份东西 帮世界各地人去存这个文件 这是各地包括很多地方 荷兰啊 Costa Rica 在哪里我都不懂 那个美国 法国等等 And 这里我应该是留给捷评说才对的 我这里说两句就好了 这是 就是我有一篇文章贴在Methas 就是刚才宝博说的Methas 那个时候宝博说Methas of News 他就刚刚改的名字 叫Methas of Time 就是尝试了 想证了他 那个 我的作品的词文 也就是IPFS的Hash 我听说他很多是念磁工的吧 应该是知道什么是Hash 那我不知道的就把它从一个类比的角度理解为 它像人的词文 就每个人有一个独特的词文 就像每一个作品有一个独特的词文 下面有很多公共节点去存这篇文章 那当然都是他URL是不一样的 在不同的域里 可是他后面那一段 Q&E TM6等等都是一样的 代表是他数学上是证明了 这个文章跟原本的文章是一模一样 同样的连一个字都没有修改过 因为就像我们的DNA 一旦修改一点点 整篇文章 反过来说 文章哪怕是修改了一点点 一个标点符号 那也会让整个词文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种方法来 来确定我们拿到的是这个文件 也顺便不是解决 可是有所帮助 就是我们能证明 我们跟原本原文拿到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里面没有被加六的 因为一般以前来说 分发一般都是出于一种经济诱因 就他可能在分发的过程里面塞一点广告进去 或者说更加高的可能是他不塞广告 然后他放一些讲讯息进去 就可能99%的内容是一样的 再改一点点 你是没办法知道的 可是在这个字质里面 你就能比对这个词文是否同样一个 你就知道你拿的是否原本的东西 刚才说到一个机制 就经济诱因 其实IPFS虽然很好 可是它是没有经济诱因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会把人家存 纯粹就是一个公共利益 对我来说没有利益 甚至有会把我的电脑 刚才没电 一个很主要原因是把这种东西 就让我的笔电没电 那所以有另外一个系统叫iWeave 它也是一个分散式的存储 它就把经济诱因也放进去 希望大家能永远的存的这个内容 那本来是有一些更技术的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iWeave是怎么做到这个 诱因的就是存储的人会拿到AR的B 这等于用存储来挖矿 我帮大家去存储 我就能拿到AR的B 我就说到这里好了 就是不再展开 可是他有兴趣的可以去进一步去看 而且我也会把今天的slide去公开 大家可以继续参考 然后每一个下 右下角的那个都是一个UML 可以点下去会有一个更多的延伸的阅读 它用的是一个叫Proof of Access的概念 就是跟Proof of Work差不多 可是还加了一个元素就是 除了你需要找到Hash以外 还需要有存某一部分的文档 你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问答题 可是你要回答你就必须用有存 做那么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你不知道它下一个Glock 回答的时候会抽哪个 随机抽哪个Block出来 所以你就所有都需要存 最后是一个ISCN的另外一个Proof 就是跟苏的ISCN的国际数号很像 那个存的是他的苏的Metadata 我觉得有一个挺大的误解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Metadata不重要 就是Data才重要 Data重要是肯定的 我肯定不反正 可是有时候Metadata就是Data of Theta Data about Theta可能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我考虑交通 Data就是哪一台车 那个车牌经过这条路 这个是Data 可是我们可能需要知道的是 哪一段路比较塞 就每个时间哪一段路比较塞 是什么车牌等等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一个整体 就哪里会比较多等等 那这里存的是Metadata 我这个大家肯定没有看过 就是老人家才知道 就是以前的图书馆都是这样子 在没有电脑画的之前 但是有一个一个围头 然后里面有这卡 每一张卡都是代表一本书 它的每一本书的Metadata 都写在这张卡里面 书名啊 那个简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所数号 那所数号就是刚才提到IPFS 是因为你有这个 你就能到一个精准的位置去抓这个内容下来 那我刚才说 一开始说我的书 那个 那个 能 最后的授权页 这个ISCN 就是长了这样子的 就我刚才说到短针手 翻译不久 然后正式的说法 这法律上的说法就是CCPY4.0 我记得CCPY4.0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标准的 作者是谁 出版社是谁 编辑设计等等等等的 那你扫这个码 会看到一些电脑看的 它长的是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就展示了这个电脑看的 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Json file 那里面也会存了那种分认的机制 到底应该怎么分认 这个ISCN本身就是一个Json的JsonLD 那差不多最后了 我可能得去修那个工作坊才行 把这个说完就算了 那个 刚才宝博提到就是like one chain 到底是什么回事 like one chain 其实放到这个语境里面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 它是一个也是一条layer one的project chain 可是它的定位不一样 这不像比如说Evary 或者说很多它熟悉的人群 什么都当做 有UBM 反正你写的什么合约都做了什么 它有一个比较垂直的定位 它要应付的是那个出版业的 或者说内容产业的问题 所以它是有一个针对性的 它本身也是一个DAO 就是我们持有like one 除了能用来Mint NFT 买里面的NFT等等 它也是用来投票的一个体制 那一开始呢 这个是三年前的状态 FagorChin在三年前 不对 快四年 三年 19年底 对 19年底推出到现在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它有比较少的 不过也是一个公共的人 验证人去做它的创始验证人 那这概念跟现在刚刚发生不久的 那个以太坊变成PoS 是差不多的 就是以太坊修很多的BetaData去计算 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子 不过是在2019年的时候 那这些验证人 除了做基本的计算以外 还会参与到这个DAO的一些决策 它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方面是银行 另外一方面是立委 帮整个商场去做不同的决定 而怎么选出这个立委呢 那就是大家持有Likon的人 把Likon存在他们 Delegate给他们 就是等于投票给他们选出来的 那一开始都有这几个 这里面有个香港的可能大家不认识 有一个立场新闻已经被关门了 然后台湾的有两个 一个就是美科大的区外设 然后韩巴美的区外设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视察中心 反正都是跟这个生态里面有关的 在不同的部分 还是做五分钟的 那个看大家能不能在五分钟完成吧 那个我有一个工作坊就是 上面那个是开钱包 手 然后 不用电脑 对 然后 这个手机不行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